12月了还能种草莓吗? 买到这种板截土种植的草莓怎么办? 大家好,我是佛山二花巷 说了不买,今天又买了,又剁手 买了两颗草莓苗 很多朋友经常问我 在家12月了,甚至1月份了 还能不能种草莓? 我告诉你,如果你还在继续在网上买裸根苗 或者是血盘苗 那么我建议你不要买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血盘苗也好,卤根苗也好 你买回家,总要有一个缓苗阶段 轻则半个月,种则一个月,甚至两个月 最重要,后面还有可能给你枯萎了 所以12月能种草莓 但是种什么草莓?盆栽草莓 比如我们在花贵市场买回来的 已经挂满果子了,状态非常不错的 看上去也能长那么多的时间 这个草莓就可以拿回家 但是你拿回家还是裸根苗 一点状态都没有 那不要玩这个 毕竟这样的一盆盆栽的草莓也就十块钱左右 我们买裸根苗有一盆三五块钱也要 尤其是血盆苗 甚至一些连盆带土呢,可能七八块钱一盆 你看看我喝 这个十块钱一盆,看到了明慧心动吗? 来大家看看这两盆草莓 这两盆草莓是今天早上在花贵市场 在菜市场花十块钱买回来 状态非常不错 果汁也非常多 但是呢,我们也能看到一个事情 它的盆土是一个原土种植 非常的板结 商家呢,卖那个草莓的商家也比较聪明 它会往里面加入一点的木屑 让整个盆土保持一定量的疏松 其实这样盆土呢,种植草莓是蛮不错的 但问题是,如果这么小一个花盆种草莓 有可能养两个月呢,它就跟你说拜拜了 不能持久 那而且呢,这样养草莓有可能 它只长这些果子,后面就没有了 那怎样才能让这个草莓在您家正常的生长 甚至呢,可以再长几个月 开花结果多几个月呢 我们有两个事情要干 买到这种草莓苗,记住不要太着急给它换盆 虽然呢,它是板结土 但问题是呢,任何的苗子到离家里 它都有一个缓苗的过程 很多时候呢,甚至这种草莓苗呢 它是在温室里面成长起来的 在温室的环境之下 移栽到您家的开阔环境之下 露天的环境下 它有一个缓苗的过程 所以这个时候不要换盆,也不要换土 另外呢,它本身是板结土 而您家里呢,都是营养土 那个比较疏松透气的 两种土质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也不适合进行换盆 这是第二个 所以呢,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做的两个事情 第一个,把那个多余的叶子 给摘掉一部分 因为密闭不通风的情况下呢 您草莓呢,很容易出现细菌的问题 现在温度低呢,还问题不大 等到温度高的时候呢,您就会发现呢 草莓的叶子上,白粉病 碳巨病等等这些问题又来了 而果汁上面呢,也会出现很多的细菌问题 最好一个方法呢,就是把它下面的那些枯萎的叶子 你看这些枯萎的叶子,看到没有 老的叶子给摘掉一部分 所以这个草莓是叶子真的太多了 根本的手都放不进去 你看这些稍微老一点叶子 那叶子是真的大 像这种老的叶子把它去除掉 让草莓适当的保持通风以及透气 这是第一个事情 摘叶子可以让草莓保持通风出去 也可以让营养进行回流 回流更有利于它们 后面呢,长出更多的花魁 长出更多的果子 这是第二个事情呢,是很关键的 为什么?因为您的土养太板结了 这个时候又不能换门 那又不能换土,怎么办? 如果你买到是板结土养种植的草莓 那么您的方法其实很简单 在下面准备一个稍微大一点的花盆 把买到的草莓盆直接的放进去 可以把盆土呢,挖开一个洞 你看,挖成一个洞把它放进去 但是呢,不要把下面那个花盆土养全部铺满 为什么要这么做? 其实您把那个草莓盆翻过来稍微的看一下 您就能发现它下面呢,很多断根的位置 看到没有?根式都是断裂的 其实呢,这盆草莓在商家那里呢 其实早就把根系长到下面去了 长到土养里面 因为商家想要卖这个草莓的时候呢 他就会把根系给切断 而切断的根系呢,其实可以再长回来 只要我们给它一个合适的环境 你看,这样子的情况下呢 我们在不用换盆的情况下呢 草莓的根系呢,也会往下走 这样子呢,既能解决了草莓盆土板结的问题 又能解决了草莓没有地方长根的问题了 这个时候有朋友可能会说 这样买回来的苗子跟我们在草莓园买的草莓没什么区别 其实不一定的 就像我们吃鱼一样 在南方,尤其是广东顺德一带呢 他们吃鱼往往是把鱼先买回来 在清水里面养上一个星期到两个星期 为的就是掉水 让鱼肚子里面的有害成分进一步被稀释 降低有害成分 尤其是比如饲料啊等等的一些 一样的原理 我们种草莓呢 我们可以买商家的草莓苗回来 但是买回来之后呢 我们一样的帮它掉一下水 掉一段时间之后再长出来的草莓 质量不错的 最重要是药效 那有害的成分呢 能降到最低 这样子给孩子吃草莓呢 就不需要担心药物的残留问题 或者其他的问题 当然呢 我们在家呢 也可以适当的给它追加一点 什么有机肥 花生糊 黄豆肥 好了 今天啰嗦到这里 我是佛山花家感谢大家 拜拜